文教新聞 章話期跟日本的社長期感情很好 在5月29 社長期議會議長公司建籍 埋設團來章話訪問 他也帶來這個傳統日本歌謠 無德跟這個大得國小的歌戲團 是立國學團要來交流 侵犯到兩次的爭議 章話期跟日本小松市的交流密切 今年小松是議會議長跟市長 真正做團來訪 既然簽訂兩次誘惑交流異鄉書 一過29日小松市長載度帥團參風中華期 占對日本和教友沈倒交流 一月29日會播兩點兒 要在我們介紹給日本 進行的臺日藝術文化交流表演 包括日本的 這個戲劇團在這裡表演 北部的這個包括歌唱 包括這個舞蹈 和畫劇等等 那麼我們台灣這邊呢 由我們大樹國小的歌仔戲團 以及我們的這個 一個私立舞蹈團 國樂團 和一個演唱團 走唱團 等等 這樣做 和合唱的交流 教友也是本處 兩次觀摩交流的重點 市長希望優良的教友推動 可以團到日本 合唱合攝 而登部隊 同時在這個時候 他們的這個教育長 也跟我們副科長 來培養到我們張華女中 大臣國小 以及我們張泰國中 做一個實質的 論化交流 促進到我們的 國民外交 讓我們張華市 和小松市 可以提升 雍期的這個優異 文化交流的提升 以為二十九號 阿波的文化交流 是當頭戲 小松市 將表演 《日本歌劇》 《武德定》 《團統藝術》 和張華市 《大地國小的歌戲團》 是《立國各團》 何上交流 也到台市民 共享信義 大中華新聞 檀文西張華 蔡宏博德